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日都在经历不一样的情绪 从早上起来的疲累感 到晚上休闲的轻松感 中间可能也有工作或家里所带来的喜乐 平安 学气 担忧或反感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情绪的影响和波动 即使有时能控制自己的思想 来不要产生一些感觉 但没有人能完全的掌控每一件情况的情绪 比如说 当你旁边的人对你做的事有一些意见时 虽然他们不是有意要激怒你 但你心中却会有一股血气冲上来 或当你的朋友分享了一份好消息 你应该为他开心 但心中却有一个默默的嫉妒感 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 人的话语 看到的事物 都可能让我们有情绪波动的时候 而有时涌上来的当儿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停止自己有这些负面消极的情感 甚至是很爱主 很坚强的基督徒 都会在情绪波动的时刻 失去能力和理智 而更困难的是 当情绪一来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因此我们容易把人生的问题 都怪在情绪上的软弱 我们会常说 我真的不想这样 但我就是这么血气的一个人 或常会跟彼此说 不要被感觉冲昏了头 当然 这些话语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当我们的生命中有问题时 这都不完全是因情感的缘故而来的 若我们真的要应对情绪的波动 我们需要先恢复一个 经历满有属灵感的生活 而这个就要从主开始了 上帝是那赐给我们情绪感情的 他借着他自己又美善 又有智慧的计划 来让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性质 个性和处事方式 而我们的情绪 思想 意志 都是他所造 来让我们成就生命里的目的 虽然我们亦有负面的情感来时 我们不会觉得上帝安排给我们的是最好 因为生命当中有时会使我们很卑微 很无助的经过试炼 而身体上或软弱 毁坏我们的心情 但真正给我们最大问题的 是那抓住我们情感的罪性 罪性就是那把我们全人 我们的思想 意志和情绪 都与上帝对比的心 我们的情绪不是那根本问题 而是那常攻击我们信心的罪 但是 虽然罪很容易使我们沉浸在负面的情绪当中 我们要记得 凡在主耶稣基督里的 都已经得救了 以不所书一章七节说 我们在他爱子里 借着他的血 蒙了救赎 过犯得到赦免 都是按照他丰盛的恩典 虽然我们的情绪常会被罪性污染 但也已经被耶稣赎回了 我们无需无能的一直被情绪的波动 受捆绑 但若要真正的应对情绪 我们要寻找回那悔改和顺服的道路 这不是靠我们的决心或坚持 来让自己开心 有盼望 获得平安 上帝造我们时 是要我们连接我们的情感 与信心和意志的 这就是说 当我们信主的话语 带领和掌权 我们就会有圣灵赐的能力 来选择有真理的想法 选择属灵的决定和行动 而当我们继续在信心里选择事实 而以主的话语 眼光来看我们的情况 我们的情绪自然会有改变 我们也不容易被旁边许多的人 事物来影响自己的情绪 成为一个有定见 有平安的人 如歌罗西书三章二到四节说 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 不是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 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 若我们选择了真理为我们人生的根基 我们的保障不再是与自己或可变的人和情况 乃是在那荣耀有能力的基督里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奏业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反是顺利 我们的情绪必须要连接于主的事实 来分辨和查验 当我们这么做时 我们一切情感和思想都会有更新 因为他们是降服于主的带领 而实际的来开始有个连接 我们可以先寻找现在心中有的一个情绪 而为这个情绪来祷告 从主的话语里找出一个面对这份情绪的话语 而奏业地思想这份真理 过后在你这有罪性的情绪上 做出一些属灵的行动 例如不要一直专注在想这份感觉 乃是去做一些更有需要做的事 或是找一个属灵长者 组长来一起分享查验等 当然情绪的波动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 但若我们抓住真理 继续以圣灵来选择属灵的带领 上帝的力量、平安和安慰 也会在我们心中慢慢的萌芽 而属灵的情感也会推动我们进入更多 有真理的想法和实际的话语、行动 应对情绪是一生的功课 而我们还有很多要经历、要学习、要挣扎、要得胜的地方 但靠着圣灵的帮助和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 我们可以对付情绪的波动 而更加能感受到主所要我们感受的喜乐、平安、盼望和自由 祝宝神父